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实版 为什么说熟人社会更利于人与人之间诚信关系的建立和维持 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解读 诚信 妙趣横生的文化解读 荣惠古今的思想溯源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再度邀请品味中华法文化 传递仁爱为何将心比心是可心 特首诚信包含着哪些大智慧 不知廉耻人生会滑向怎样的深渊 侠义精神除了拔刀相助 还有哪些新的内涵 穿越历史长廊品味传统文化 社会与法频道 暑期个别节目 中华法文化 邀您共赴 文化的盛宴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诚信文化 在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种种表现 说它是一种文化传统 那么形成这种文化背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原人肯定是方方面面的 但是其中有这么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 第一就是社会结构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两个特点是形成诚信文化的客观基础 其一农业社会它是熟人社会 一个人居住在家乡 往往就是生于是长于是老于是 很少向外迁徙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彼此之间充满了各种感情 亲情 友情 相亲 一家有事 大家都来帮忙 一家有喜 大家都来吵贺 婚伤嫁娶 生儿与女 生日节日 修房造物 都是你来我往 好一派温馨的气氛 记得我是在八十年代初上大学 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孩很难考上大学 所以四方相亲都来相送 有的人放鞭炮 营造喜悦的气氛 有的出五毛钱 一块钱赞助我的路费 至今想起来还如一股股懒牛 在内心扭淌 农业社会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节奏缓慢 所谓春种下耕秋收冬长 春天播种 夏天耕耘 秋天收获 冬天休息一会儿 明年又重来 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一家人的衣食持住 靠自己的劳动 基本上就搞定了 这个叫什么 叫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人们的内心很放松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 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在和熟人打交道 谁愿意去欺骗 憨笑中带着相应的父老相亲呢 而且人们对外没有太多的需求 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 没有太多的竞争 也就没有必要去欺骗他人 我们现在已经由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 社会结构由熟人社会转向了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大家同住在一个小区 彼此都不认识 你遛你的狗 我占我的步 他跳他的爸爸舞 那真是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熟悉 也不会互相帮助 当然也不会互相说是非 这就是市民的基本特征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 大多数情况下 人士和陌生人在打交道 不诚信的行为 似乎不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城市化的发展 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繁荣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冷漠 当面骗人都不会脸红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在熟人社会就没有骗人的 也有 只是你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 你要骗人 你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所以有一个人为人不真诚 但是他又喜欢说大话 表示自己是真诚的 所以他和亲朋好友 常说的一段顺口溜 就是这样 我背盖理背 你沾铺我沾 你有钱使共襄使 我无钱使使你钱 上山使你服我的药 下山使我服你的肩 多应我死在你后 必定你死在我前 这段话 你初听起来好像是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仔细一琢磨 才发现有问题 我的铺盖 盖在你的铺盖上面 肯定是你的先章 我的还干净了 你的毯子铺盖在我的毯子上面 肯定是你的毯子先旧 我的还新兴的 你有钱的时候 我都花你的钱 我没钱的时候 我也来花你的钱 处处都在占别人的便宜 还要处处说大话 显摆自己 农村人把这种人称作大话客 老说大话 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 因为他们不真诚 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别人会认为你不真诚 那么一个说假话的人 别人更是会骂 太上老君在道教经典当中 说了一句话 他说 诵经千变 生疼止于 他的意思是 你长期坚持如一的念经 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好处 有一个道士 他是机械的理解 千变真是一千变 就是你念经呢 念上一千变 就会有紫云飞来帮你 他就相信了这句话 他念经呢 念了999变 他就不念了 干什么呢 洗澡换衣服 然后在神坛上坐下来 等到念最后一变 不凑住了一千变吗 然后等着升天 等他把最后一变念完了 左等紫云也不来 右等紫云也不来 一直等到晚上了 还是没有一片云 气得他站起来 指责太上老君的书下 就骂道 没想到你这么大把年纪 还会说谎话骗人呢 所以在熟人社会 你不真诚 你说假话 别人就会熟知你的习性 对你了解太透彻了 要么进而远之 要么讽刺你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不讲诚信的人 就会被孤立起来 你有困难 别人不会来帮助你 你有快乐 别人也不会来和你分享 俗话说三岁看长 七岁看老 一个人品德的塑造 从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所以古人特别重视 对孩子的诚信教育 那么除了将诚信 写入了各种同盟教材的首要位置 古人又是怎样把诚信的理念 融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来影响孩子的呢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继续为您解读 诚信 传统社会形成诚信文化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文化教育 古人呢特别重视诚信教育 甚至体现了诚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种理念 古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三岁看长 七岁看老 一个人呢在三到七岁的时候 他的心理特征基本上就定型了 这也为现代心理学所证明 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小孩的诚信教育 大家知道这么一句名言 叫做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就给他人谋划事情 你是不是忠心 与朋友打交道 你是不是守诚信 老师传授的知识 你是不是温习了 这句话谁说的 孔子的弟子曾生 曾生呢又叫曾子 可见曾子是一个特别讲诚信的人 而且他对子女的诚信教育 也抓得很紧 有一天他老婆要到世上去赶集 儿子就吵着要去 这个母亲呢就叫儿子不去 儿子就闹着飞要去 这娘怎么办呢 娘说你要不去啊 回来我就给你杀猪炖肉吃 这小孩一听有肉吃 他就不去啊 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小孩 你跟他说有肉吃 他根本没有兴趣 你只能跟他说可以上网 可以看电视 可以打游戏 他才有兴趣 小孩得到了母亲的承诺 就在院子里面又跳又喊 说今天杀猪 曾子在干什么呢 曾子在做学问呢 他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 一听说要杀猪 他就想啊 现在不过年不过节的 咱家的猪也没长大呀 怎么要杀猪啊 他就出来问 问清情况以后 他就去磨刀捆猪准备杀猪了 他老婆就回来了 老婆回来就说 不过年不过节的 猪也没长大 你杀猪干嘛呀 曾子说 那不是你跟儿子说的要杀猪吗 他老婆说 那我不就逗他玩吗 不让他去 是不让他跟着我一块吗 这个事要放到今天 那肯定的按老婆说的做 我看有些夫妻公约是这么写的 第一条老婆的话是对的 第二条 如果老婆的话是错的 请参照第一条执行 但是在过去不行 那是个夫权社会 丈夫才是老大 当然了 曾子他不是耍老大 不是耍微妇 而是讲道理 他跟他老婆说 你今天给小孩说假话 他长大了也会给你撒谎 猪杀了还可以重新养 但是小孩如果培养了撒谎的习惯 以后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老婆一听这么严重 就同意把猪给杀了 这个典故就叫杀猪叫子 我们今天很多家长为了鼓励小孩好好学习 往往就搞一些措施 说你要是考到前五名 暑假带你出去旅游 等小孩真的考到前五名了 暑假父母又很忙 就不对线 这事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实际上小孩他把父母的话是当真的 他心里是有期待的 说不定还搬着指头在鼠外 哪天就可以出去玩了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长空 那幼小的心肯定也是霸凉霸凉的 就这样做 对诚信品格的形成是极其有害的 我们说古人重视诚信教育 他主要从什么途径来做的呢 主要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就是言传 所谓言传就是你教什么内容 论语中说 做人的根本在哪呢 弟子入则孝出则涕 锦而信 什么叫弟子 年纪小为人子为人弟的人 还包括在学校读书的人 这些都称作弟子 弟子在家要孝敬父母 出门要尊重师长 说话做事要谨慎 要诚实守信 这一条记忆就成了历代同盟教材的基本内容 后来的弟子规 在讲做人之道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守孝替赐景性 基本上造超了论语的原话 仍然强调诚信是做人的根本 历代的官学也罢 诗书也好 都要把诚信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 这对诚信品格的养成是很重要的 注重诚信教育 第二条途径就是生教 你是这么做的 它自然会影响到小孩 说话说当面喊哥哥 背后摸家伙 什么意思 当着别人的面就说好话 别人一出门 马上说他的坏话 甚至要害别人 所谓摸家伙 就是要整人害人 如果你在小孩面前 总是这样表现的 哪怕你给小孩说一万遍 要诚信要诚信 估计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有一个小兔 他手艺很高超 儿子老是要向他学 这个老子就不愿意教 因为他也觉得 这不是个什么好职业 结果有一天 这个儿子晚上出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才回来 他就跟他爹说 你不教我 我自己去做小偷了 你看看我这个做得怎么样 他我昨天去偷东西的时候 由于手艺不惊 惊动了主人家 主人家就出来巡视 我一着急 我就学狗叫 主人一听是狗在叫 就回去睡觉了 然后我就跑了 结果跑到城门 发现城门是关着的 我出不了城 怎么办呢 我就学鸡叫 真的鸡 一听 他们也跟着叫 守城门的兵士 一听基督打名了 就把城门打开了 我就回家了 你看我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地方 我是不是合格 这父亲一听 叹了一口气 哎呀 真是有遗传了 你不用学了 所以以前我们老是用机灵狗盗之徒 来形容那些小偷 就是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身教 你不用教他 你是怎么做的 后人他就会无视之徒 可见身教比言传更重要 北宋有一个大臣叫陈沈华 四川浪中的人 他是近世出身 陈沈华特别喜欢马 有一天他到市场上去 看到一匹马长得非常的健壮 他就要买 卖马的人跟他说 大人你要买这个马呀 有个情况要跟你说清楚 这是一匹猎马 十几个人都拽不住他 已经伤了不少人了 买回家没有太大的用处 陈沈华一生驯马无数 他自信能把这匹马驯服 所以他坚持就把他买回去了 结果驯来了好几个月 还是没把这匹马驯服 他的小儿子陈尧子 骑这匹马还受伤了 有一天陈沈华跑到马棚 一看那匹马不见了 他就问下人咋回事 下人说是少爷陈尧子 嫌这匹马没有用 又迁到市场上去卖了 陈沈华当即就把小儿子陈尧子叫来 当场驯了他一通 说我都驯服不了他马 你怎么能把他卖出去 祸害别人呢 赶紧把他给我买回来 结果陈尧子没办法 只能到买主家 又拿钱重新把这个马给买了回来 陈沈华就是用他自身的行为 教育了他的子女 所以他的子女都特别有出息 老大叫陈尧首考上了进士 而且高中状元 老二叫陈尧左也考上了进士 小儿子就是刚才说那个陈尧子 也考上了进士 也是高中状元 号称一门四进士 我们常用不齿一词来形容一个人品德败坏 但在我国古代 不齿却是一种对不守诚信的人施加的刑罚 那么除了不齿之行 古人对于借钱不还等不守诚信的事情 还有什么其他处理办法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继续为您解读 诚信 妙趣横生的文化解读 融会古今的思想溯源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再度邀请 品味中华法文化 传递人爱为何将心比心是可心 恪受诚信包含着哪些大智慧 不知廉耻人生会滑向怎样的深渊 狭义精神除了拔刀相助 还有哪些新的内涵 穿越历史长廊 品味传统文化 社会与法频道 书期特别节目中华法文化邀您共复 文化的盛宴 形成诚信文化传统第三个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理法社会 什么叫理呢 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道德 所谓理法就是理和法要结合起来 道德要和法律结合起来 凡是道德反对的法律就要打击 古人把它称作理法合一 诚信作为传统道德的基本概念 当然也受到了法律强有利益的保障 在西州 债务纠纷呢 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你要欠债不还 首先要判断你还钱 然后还要处墨刑 所谓墨刑呢 就是在脸上赤字 刺完字之后再在上面撒一些植物染料 以后再也不会退售 你用真白霜也洗不掉 除非你到韩国去整容 所以一个脸上被刺了字的人 走到哪儿别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不守诚信的人 大家可能就知道 不齿这个词汇 某个人品德败坏 为人所不齿 就我们懒得提起他 不齿在以前 它是一种附加刑 一个不守诚信 被判处陌刑的人 往往会被病处不齿的附加刑 怎么做啊 叫不得列于平民 这些人呢 他的户口啊 和正常的人不在一块 叫打入令策 不齿这种附加刑 它就来源于一种 叫序廉耻的古理 什么叫序廉耻 人与人之间见面 首先就要问年龄 不像我们今天 见面不能问年龄 尤其是美女 你不能问 谁问谁找抽 那么以前人见面 为什么要问年龄呢 辈则数百是之 就问年龄 他如果年龄比你大一辈 你就要以数百之力去对待他 藏则凶是之 如果他年龄只是比例大一点 你就要用兄长之力去对待他 所以问年龄的目的 是决定你用什么样的礼数 去和对方打交道 一个被病处不止的人 大家就不跟他去年齿了 也就是跟他不用问年龄了 等于不跟他打交道了 现在是一个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就是陌生人的社会 城市里面家族对门几十年 都不认识 所以很难理解被人不死 是什么滋味 我小的时候家乡有一个人姓吴 他头上有赖子 被公社定为四类分子 那个年代有五类分子 那是最厉害的 低 富 反 坏 右 我农村哪有右派 右派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吴赖子 他仅仅是个四类分子 公社就给他做了一块大牌子 上面写着四类分子 无赖子 要求他出门赶紧 到哪儿串门 必须把牌子带在身上 这每次他一出门 我们就跟着追 一边追一边喊 四类分子无赖子 四类分子无赖子 喊得他无处可躲 但是他又不敢还击 只有偿皇逃窜 这一个被判处 不持刑罚的人呢 他的遭遇跟这个无赖子 也就差不多 走到哪儿都遭人歧视 你只能在孤独中去享受痛苦 谁愿意过这种日子呢 唐宋以后 对于民事领域当中 不守诚信的行为 仍然是要用双法制 既要判你还钱 还要处刑罚 对欠债不还的 最少的要打20下屁股 最多的要打100下 还可以判一年有期徒刑 就是剥夺自由一年 民情以后 基本上是延细了这样的立法精神 没有字的变化 只有数量上稍微有变化 可见传统法律 对不守诚信的行为 它用的是经济手段和刑罚手段 这两种方法 除了债务纠纷 对其他民事行为 比方说谈婚论嫁当中的欺诈行为 捡到一事物不还的行为 把别人的继承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统统都要用刑罚来惩罚 比如说谈婚论嫁 你毁婚约的 谁毁了婚约 谁都要被打屁股 打多少下 打50下 如果你这毁了婚约 那又提亲的 就打70下 如果这毁了婚约那又重新结婚了 打80下 我举个例子 说有一个媒婆 给别人做媒 她就给男方家说 我给你介绍这个女的 那可是成于落叶 碧月修花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 男方一听 哎呀 是个媒女 目前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呗 行 就按照婚姻的六种礼节 就把这个女孩娶回家了 娶回家把盖头一揭 才发现这个女孩没鼻子 就去找媒人理论 说你不是说的很漂亮吗 怎么没鼻子 媒婆说 我可是跟你说清楚了的 我说的是成于落叶 碧月修花 只是目前没有什么 目前就是眼睛前 眼睛前能看到什么 眼睛前面只能看到鼻子 我是跟你说清楚了的 无畏言之不欲也 当然这仅仅是媒婆的狡辩 如果闹到官府 媒婆肯定要被打屁股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不受诚信 受到的惩罚很轻 他就敢干 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说 就是付出的违法成本小 获取的经济利益大 他就会去做 就会导致诚信精神的流失 在传统社会 不受诚信的行为 你会受到两种制裁 一是经济制裁 二是刑法制裁 或者有牢狱制裁 至少也要被打屁股 所以人们都不敢不守诚信 诚信的精神就得到了维护 通过上面的讲述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结构文化教育法律保障 正是形成诚信文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现实社会的诚信危机 我们是不是也能从这几个方面找到原因呢 找到原因之后 我们又将如何来应对呢 请继续收看下集 再见 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 诚信缺失 日益严重 那么诚信的流失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诚信危机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 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解诚信